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福音清谈节目《号角星》 节目主持刘海明 欢迎收听《号角星》 6月12日星期六 是香港角星举行一年一度感恩会的日子 而今年终于可以举行实体聚会 但是因为防疫的关系 每场聚会只限一百人出席 所以在这里向未能成功报名的朋友致歉 而你也可以留意我们的网页 一起重温当日余德纯博士分享的信息 今集的嘉宾马军慧教练 会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去破除主观 从而去提升对主观的自我察觉力 因为主观往往都是破坏人际关系的最大障碍 因为主观往往都是破坏人际关系的最大障碍 因为主观是真的成为了人际沟通之间 一个很重要的阻碍的一个元素 因为试问其实没有一个人 喜欢被主观的人去对待 即是说这个人看东西就扫在一边 甚至可能他会看死你 或者看不好你 当然他看好你就更加好 不过每次看得太好也是一种压力 所以一个不懂得调整自己想法的人 其实就带给自己和身边的人 很多很大的无穷的压力 在这里我很想今天讲一下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调解一下自己 甚至去疏理一下自己 如果我真的想择到我自己真的有主观的位置 那我上一次就教大家去想 其实你每次所坚持那样东西 其实你内心里面是在害怕什么呢 是在害怕什么呢 你担心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你 整天都要去执着那点 你不肯放手那样东西 也是我上次提到 人家很怕失去做安全感 在这个时候我就想想一个例子 最近我就和一个妈妈来做一个沟通 她说帮我听 她收到学校 她打电话来投诉她的儿子 不合作 亦都是上课很难散 妈妈就不是第一次收到 最近收到的电话多了 这时候她很自然的反应 或者可能你作为妈妈 如果你爸爸妈妈也好 你收到学校打电话来投诉 你想想你的反应是怎样呢 而这个妈妈也作出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回来当然是质问她的儿子 甚至乎她觉得自己也算很温柔地质问 她都会问她 你其实是不是真的做错呢 你不是做错 那老师怎么会投诉你呢 其实当你知道你真的做错 你下次再做对就可以了 那老师就不会再投诉你了 我说你当你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你的儿子有什么反应 那于是这个妈妈说她没有出声 那她没有出声 那你怎么解读她的反应呢 她说她可能当然是坏了 默认了自己不出声 原来你是这样理解 这个小朋友不出声的原因 但你一定没有留意到她的表情 因为第一件事 你要放下自己的主观 就是当你听到老师打电话 来投诉你自己的儿子的不是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法 就一定是以为 或者认为你的儿子是做错的 所以第一件事 你是不会选择看到你儿子的行为背后的心情 甚至乎难过的表现 因为通常一个小朋友 在学校不合作 或者是她做一些相反性的行为 都反映了她内心里面 有一些不开心的情绪 导致她没有地方发泄 或者找一些行为 或者我们称之为 一些不合作的行为 来发泄她里面的不安 那我就再问她 你有没有留意到 这个儿子最近 有没有一些东西 经常跟你说她很害怕 或者很不安 那结果这个妈妈也承认了 就是儿子最近都发了恶梦 觉得她爸爸很恶 爸爸不明白她 那原来之前 有一段她和爸爸炒假的经历 那这段炒假的经历 令到这个小学的儿子 她就揮之不去 她觉得心里面很不公平 甚至乎她很生气这个爸爸 所以根本上她上学都心不在焉 甚至乎她可能 她都没有心思听老师的指示 原来我带这个妈妈去看 你首先要看到 第一样东西 你看到对方行为背后的痛苦先 你看不到她的痛的时候 你就会忘记了 去和她有聊有讲 先了解真相 你没有了解真相 甚至乎你会选择 用主观的大道去判断 你一定是做错 所以你这件事 就已经是界定了 是没有办法来到去和她有聊有讲 所以第一件事 你要看到 这个行为背后 那个人的痛苦在哪里 或者她的感受在哪里 第二件事 我就带她去找回遗忘了回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我说 为什么你对这次 老师打电话来 你有这么大的反应 原来她想起 原来她以前 小一的时候 她都已经整天收到老师 投诉电话 收到自己都害怕 原来她有个恐惧症 所以当一收到电话 不管三七二十一 她都认为 哎呀 儿子有犯错了 她自己都害怕了自己 所以她就把这个 忧虑的 忧思的判断都放在儿子身上 所以我带她去找回 原来你一些痛苦的感觉 加重了你对这件事 不能客观的原因 原来你有一个痛苦的回忆 我说 对了 所以连你自己的感觉 你都遗忘了的时候 所以你已经看这件事 就看得不够客观了 所以你就一起 将一个 原本 不是那么恐怖的事 你都化为 小事化大 这件事 所以就令到你 两母子之间 更加 没有一个客观的空间 是有聊有聊 那当她呢 我帮她带她看到 儿子的痛苦 又找回自己一些 恐惧的回忆 或者是一个担很害怕的回忆的时候 她开始就慢慢 一个人就变得 没有那么主观了 我说 对了 不是每一次我收到 人家的投诉 都一定是个儿子错的 所以怪不得 个儿子原来他又不开心 所以他最上学 没有心机 他做事都没有信心 后期呢 这个家长呢 不单止他想通了 我带领他去 首先放下主观 他开始进入了一个 另一个层次的反省 因为他空间大了 他看东西阔了 他想起自己最近学车呢 他说不知为什么 明明他懂得駕駛的 但是他一听到 师傅要他呢 第二天 立刻在第三堂呢 就駕上一个高速公路的时候 他立刻说 不行不行不行 死都不行 因为他内心的恐惧 令到他呢 真的没有信心去面对 他的任务 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能够举一反三了 他就明白呢 原来呢 原来他儿子呢 心里面有糾结 有点不开心的情绪 是令到他没有办法呢 即是做回一个呢 是和老师回到学校 做回一个正常的运作 和老师做一个配合 原来他里面呢 即是他有不开心 正如呢 他自己一样 他里面呢 看不上他自己的时候 他一样呢 明明是懂了技术的 但是他也是没有信心去駕这辆车 那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内心很开心 因为呢 他能够看到自己的痛苦 又看到儿子的痛苦 找回他自己一些的 哇 即是他究竟怕什么呢 他怕一些声音背后 带给他害怕的内容 他找回 他找回这个遗忘 当他记回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呢 进入第三样东西 他调整好自己的身份 就是呢 他发觉呢 但是原来呢 我不可以呢 整天都觉得 啊 我是大人 我主观性 觉得全部我想的东西都是对的 我要将我想的东西全部 压在我儿子身上 而令到他没有空间 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调整了他的身份 就是 我是你妈妈 同时间我都可以是你的朋友 那当他呢 这三样东西都做好了的时候呢 那他就发觉自己呢 是离开了主观又多一点了 他发觉自己看东西的胸襟也都广了 他能够容得下 儿子一些的 未听过的声音 于是乎他们两母子就产生了一个很温馨的对话 其实要离开主观呢 第一样东西很重要的 就是呢 你首先是要合起那个口 先多一点活跃你的耳朵 去聆听一下你还没聆听的部分 多一点去听 正如是圣经所说 有时候我们真的进退两难 我们做不到任何东西的时候 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 神说你不如你去休息吧 当你休息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神 你休息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你知道原来比你更大的 那位全能的上帝他会教你怎么做 因为他比你的能力大 你才知道原来呢 你需要谦卑 需要放下自己的主观 你去客观去听一下不同的声音 你就会找到出路了 多谢马教练的分享 今集时间又到了 下星期再见